音乐 大家好 现在的录音时间是2021年的3月27日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中东新闻速报 我是孙嘉玲 今天这一期其实应该是要录这个2021年3月26日的 但是呢因为我今天加班加的比较晚 那就是到现在才完成工作 所以就其实已经到这个3月27日的这个过12点的这个时间了 那但是呢就是说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原本属于3月26日这个日期的中东新闻 好那首先呢今天帮大家准备的第一则 还是大家就是应该都蛮关心的 就是苏伊士运河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通 那其实呢就是根据媒体的报道 基本上从这个周四起呢就是大概3月25日 运河呢它的这个通行就暂停了 那现在基本上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呢 就是用了很多的办法 希望可以让这个搁浅的巨轮呢就是完成拖浅 那这个巨轮呢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它是台湾的长荣所雇用的在巴拿马注册的货轮 那它的名字叫做Ever Given 那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名字我就想到一个法国的女星 叫做Eva Green 那其实就是如果有看过这个007的 这个皇家夜总会这一集的听众朋友呢 应该会对他有很深刻的印象 就他在里面的演出就是非常的精彩 那他也被说是可能有史以来 最美最美丽的这个庞德女郎 那他本人也是非常的有魅力 好那其实苏伊士运河这件事情啊 他从23日搁浅以来呢 那就大概已经导致了100艘往来的船只受阻 那当然100艘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客观的估计 他其实应该是导致100艘以上 因为就是说很多的船只是本来要过来 可是因为听到这个消息呢 他们就临时改变航线 就其实是有很多的船只做了这个动作 才没有让这个堵塞的情形越来越严重 那么目前呢其实有这个托船跟牵引车 组成的总拉伸强度大概160吨的救援力量 在参与这艘货轮的拖浅工作 那当然就是说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还是表示 货轮搁浅的原因呢是因为强风等极端天气造成动 但所幸目前事故没有人员伤亡 也没有出现水域污染的情况 那所以就是想尽办法能拖浅就早日拖浅 苏伊士运河呢它连接了地中海跟鸿海 那它位除欧亚非三州的这个交接地 它其实大概负担了全世界12%的这个 世贸的这种运输量 那么这个其实根据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的数据啊 2020年通过苏伊士运河的传播就接近了1.9万骚哦 那其实平均每天有50骚 那你看就是这种频率啊 其实你可以想象运河的收入 它一定是埃及的国家财政里面蛮吃紧的一块哦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意外呢 其实对埃及的打击一定也是很大 那当然就是网路上或是说新闻比较关注的是这个船要赔多少钱 那当然就是说目前看起来似乎是船东要负责赔这个钱哦 那我们也要关注到的是埃及在这里面的这个损失哦 好那接下来第二条新闻呢 其实是一个袭击一个这个意外 其实也不是意外但是就是一个袭击 但是是一个突发事故 但找不到人负责哦 是这样子的 就是3月25日的时候呢 这个以色列就说啊 他们有一艘叫做Laurie的这个货船 然后呢这个 他的这个船主是以色列这个商人哦 那他们就说哦 这艘船呢在阿拉伯海上面行驶的时候呢 突然遭到导弹袭击哦 那所幸是没有人员伤亡 但是呢就是说他后续引起的这个外交争议呢 就变成说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他就指责这一次的袭击事件是伊朗发动的 那我们之前也介绍过现在纳坦雅胡 就是大选 国会大选其实投完票了 那但是就是说正式的结果其实还没出来 不过他已经先宣布说 嗯他可以大胜 所以他现在应该是处在一个 疑气风发的时候哦 那当然这件事就是一个 该怎么讲 小插曲啦 所以就目前还没有后续出来 那我们下一则新闻呢 其实也跟这个袭击是有关的哦 可是这个袭击呢 其实大家有在关注中东的话 就会觉得 嗯怎么似曾相似 好像这个 每隔多久就要爆发一次哦 然后其实主角都是这两个人 好那这个袭击呢 其实我觉得我讲到这边 应该有朋友会猜到 就是夜门的胡塞武装对沙乌地的石油设施的袭击 好那其实我们前几集应该有讲到这个沙乌地 他有提一个说希望可以在夜门内战这个停火的一个提议 那但是从这一次的袭击看起来啊 这个显然夜门胡塞武装呢 他不愿意领这个情哦 在26日的时候就新闻媒体报导 夜门胡塞武装呢 他们就承认 就是发了一个声明 说他们在25日的时候 对沙乌地发动了袭击 那他们的目标是 沙乌地的能源跟军事设施哦 那所以其实讲简单一点 就是他们要炸的 如果不是军事基地啊 军火库啊 不然就是这个炼油的设施或是油田 那这其实之前他们也都做过 其实胡塞的发言人还说 我们这个组织准备在未来一段时间发动更强大 更严厉的袭击 那所以这可以视为是一个具有恫吓效果的发言哦 那其实这件袭击的这个概况是这样 就是说呢 25日啊 这个沙乌地的能源部 其实就有通报 说这个 他们在沙乌地南部的一个 这个石油产品分配站 在晚上呢 遭到一个炮弹的袭击哦 那这个导致呢 这个站的一个油罐就起火了 那当然也索性啦 就跟我们上一则新闻介绍的 这个船被轰到的这个 结果是一样 就是没有任何的人员伤亡 那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对沙乌地是一个挑衅哦 因为之前那个船的新闻啊 他好歹是在海上航行 但是沙乌地这个是在他的国家领土上 然后遭到了这个夜门的偷袭哦 那但是呢 就是说你从过去他们的互动看来 这个夜门胡塞跟沙乌地 他们之间的这个交往啊 有时候就空袭一下呢 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常态的展现哦 因为如果他们 就是说比较久没有空袭的话 那通常啊 这个下一次的这个动作呢 就会格外的巨大哦 所以这个是沙乌地跟夜门之间的一个 特殊的互动关系 好 那下一则新闻呢 就是也是一个 算是意外 那它是一个刚刚发生的突发状况 就是埃及的火车事故 在3月26日的时候呢 这个在埃及的索哈捷省的塔赫塔地区 发生了两个火车的相撞事故哦 那这其实很特殊 因为我们平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应该比较多 是可能人啊 要这个过铁轨啊 或是牲畜要过铁轨 那或是有车子要闯过这个平交道 那就被这个火车 因为来不及就被撞了 这样子 那但是这一次是火车撞火车哦 那导致了大概32个平民丧生 那有66个人受伤 其实这个伤亡规模算是非常的巨大 那但是呢 就是说 现在其实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埃及呢 已经成立了事故的调查委员会 那会对这个原因进行这个跟踪调查 那其实事故发生后呢 埃及政府也派了36辆的救护车来参加救援 只是这个火车毕竟还是力道是这个不容小区哦 所以伤亡的规模就大了一点 好 那今天的最后一个中东新闻速报呢 是要来看到美国跟巴勒斯坦的外交关系哦 是在这个3月25日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就宣布 美国将恢复与巴勒斯坦的外交关系 然后呢会向巴勒斯坦提供15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那其实呢 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在拜登领导下的一个新的进展 因为这个联合国大使也说呢 这个美国将重新致力于达成双方同意的两国方案 也就是让以色列与一个可行的巴勒斯坦国两国并存 然后生活在和平与安全的状态之中 那其实呢 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是跟川普他的这种 对巴勒斯坦的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同时呢 这个美国他也宣布说 要向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亚跟加萨提供15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那这个人道主义援助呢 主要是为了用抗击新冠疫情 包括说呢 要建设这个卫生保健设施啊 或是说向弱势家庭提供援助 或是支持这个紧急粮食的援助计划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川普之前 他对巴勒斯坦的种种这个不友善哦 就大概是从这个2018年开始 川普他就突然下令说 哎 我要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这个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巴结哦 他要关闭巴结在华盛顿的代表处 那这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警讯了 那在2019年啊 他就惊天一般啊 就是把这个驻以色列的大使馆啊 就搬家啦 这个就搬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了 那这其实就是等于是承认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嘛 但是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明确的这个讲哦 但是就是在2020年1月的时候 那他就提了一个中东和平新计划 这个计划呢 其实就是很明确的讲到说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哦 那巴勒斯坦呢 你外来要建国的话 你就是去东耶路撒冷的这个部分地区啊 这个建立你自己的首都啊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后来被巴勒斯坦给拒绝了嘛 那所以呢巴勒斯坦在2月2020年2月的时候就宣布断绝跟以色列 还有美国的一切关系 那所以呢就是说美巴的断交是这个时候开始的 那现在呢这个美巴又即将恢复外交关系呢 这个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是拜登在中东这边的一个新的这个方案的开展哦 但是就是其实老实说 嗯 以巴问题他能不能就是说你换一个总统就有新的进展 那当然我想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不可能哦 就美国总统就每一任他们都是一定是偏袒以色列 当然尽管他们可能不同人对巴勒斯坦的这个友善度就不一样 可是就是说他们骨子里都是会比较站在以色列这一方哦 那所以巴勒斯坦人他们有时候他们想要的东西啊 就不一定能够拿得到 呃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巴勒斯坦这边的一个悲剧跟他永远的困境哦 好那我们今天的中东新闻速报呢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